在地藏菩萨经里面是这样的语言 怎么说 复告 文术实力 五 以浮衍观 故有不尽此处 是 皆是地藏菩萨 久远起来 以度当度 未度 以成就 当成就 未成就的众生 也就是说 在逃离天集会的时候 听众太多太多了 而这些人呢 都是跟地藏菩萨有缘的 有的呢已经是地藏菩萨 渡了的 有的呢是 正在渡的 有的呢还没有渡 有的呢已经呢 得到解脱了 有的呢还没有得解脱 有的呢正在呀 努力解脱的 到的修行 到的修行 各位可能已经知道啊 他的天对应在哪里啊 他的天是在我们呢 幽界之中的第二天啊 也就是我们一般的人讲的三十三天 就是 幽界一共有六个天 第一个是四王天 第二个呢 桃李天 第三呢烟雾天 第三呢烟雾天 第四呢 画 他画 他画 画露天 第五是他画之在天 还有多数天 一般的人认为 一般的人认为 升天呢就是解脱 升天就是啊 就是啊 已经是最后的地方 可是在法的立場看 升天不是解脫 天分成了三界 幼界有六個天 十界有十八天 然後五十界有四個天 加起來有二十八天 這都是在三界之中 還沒有得解脫的 所以這個地方講 以成就當成就未成就 意思呢 有的眾生能夠上套利天 但是呢還沒得解脫 有一些呢在他方世界或者是在 我們這個地球世界 已經修行正到烏羅漢國的人 再也叫做已經成就了 現在我們再看下一段經文呢 地藏菩薩怎麼能夠啊 已經度了這麼多眾生 還要度那麼多眾生呢 以前文殊菩薩就問了 文殊菩薩問 地藏菩薩因地作何行 立何願 恩人成就 不可思議事 也就是說地藏菩薩 在過去啊 究竟是怎麼修行的 他是法了什麼願呢 怎麼能夠成就啊 這麼多的眾生呢 這是在此不可思議啊 在套利天公這個法會上 人數太多了 人數太多了 多到什麼 真不少了 可是我們地球上的人呢 還是可以數的咯 這有五十三個人 讀三一之中 有多少人性的福啊 據統計呢 還不到十一的人口 所以這是太有限 那表示說像我們現在這些法師啊 再了不起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因為能度的人 能度的 能經營的眾生呢 是非常的有限 要跟地藏菩薩來比啊 我們是可思可意的 而地藏菩薩就是不可思議了 釋迦牟尼佛就要回答這個問題了 敷言地藏菩薩 正師弟呀 果威以來 千倍多於善喻 善喻的意思就是 無量為成濟術的意思 此地藏菩薩 誓願不可思議 若未來是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是如善明治 或讚嘆 或沾娘 或沾梨 或村民 或貢娘 乃至於彩化 柯樓 雕塑形象 而雕氣形象 世人當得 不凡生意三十三天 永不墮而盜 這一段呢 是釋迦牟尼佛 來介紹地藏菩薩 是很久以前很久以前的 它已經是涉地的菩薩 而它這個 所剁的眾生呢 要比套離天宮 我們這一次在法會上所建的 這一次在法會上所建的 西地人員呢 要多上千倍 那也就是 那更多更多了 下邊呢 下邊呢就講到 只要有人呢 修地藏法門了 就能夠升到三十三天去 什麼是地藏法門呢 這是人人都可以修的 只要修地藏法門 就可以升三十三天 而且永遠呢 不都不到 普通的人 升天之後 富豹詳盡 還要還多於人間 或者是呢 還多於三個道 所謂三個道就是 地藏、幼、惡鬼出身 地藏、惡鬼出身 地藏、惡鬼出身 生育三个道具 也就是说能够一百次在三十三天出生 然后再三十三天出生一百次 就离开娑婆世界的六道轮回 在这解脱了 地藏法门是什么样的? 怎么修的呢?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因为地藏菩萨已经发了愿 只要有人愿意修他的法门 就能够生三三天 就能够永远不多道 那个法门是什么呢? 就是听到了 如果听到了地藏菩萨的圣号 和地藏菩萨的名字 就是赞叹 赞叹 赞礼 村民共养 这个赞叹的意思呢 就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 就说地藏菩萨真是慈悲啊 地藏菩萨真是让我们的众生得到救济啊 实在是我们世间的明灯啊 或者是说佛的慈航啊 再做事叫做赞叹 再做事叫做赞叹 然后赞礼呢 赞和礼 是一回事 也可以把它分开两回事 赞是赞娘 由菩萨的形象 由菩萨的形象在那儿 我们就很虔诚地 沾揚地藏菩萨的形象 礼拜地藏菩萨的形象 还有我们一个和长 一个问训 一个低头 也算是赞叹 对着地藏菩萨的圣像 和长 问训 低头 这也算叫做赞叹 所以村民呢 就是 称地藏菩萨的圣号 就是 那么地藏王菩萨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或者是呢 那么地藏菩萨 或者是呢 地藏菩萨 最简单的就是地藏菩萨 然后呢 比较长一点的 就是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不断地 不断地 就这样地念 供养呢 是用我们的吃的 穿的 用的 来供养 实际上菩萨不需要我们有什么要供养 而我们自己呢 需要拿着我们自己做的最尊贵的东西 来供养 像花呢 以及呢 种种种种种的自身之物 拿着来供养 供养以后呢 这故事啊 不是再拿回去自己用的 乃至于彩画 也就是 用无材的 或者是七彩的颜色 画地藏菩萨的像 或者是用呢 木头 来刻 来雕 或者是呢 用泥 桃 来树 或者是呢 用油漆 来弃 地藏菩萨的 形象 可是呢 现在有很多的人呢 就画了前去啊 画了 树了 印 现在是印地藏菩萨像 印得到处送 有的印得很差 画得也不好 有的印得非常的精美 而且很大张 我们这儿也常常 有人送地藏菩萨像来 有人要 我知道有的人拿回去以后啊 觉得可以挂 可以供 但是太大的 没有办法供 家里面太小 那就拿回去以后 就卷在那个地方 放那地方 然后常常从庙里面拿回去 拿回去 到最后一大堆 就是藏在那个地方 然后在子弟往生的时候呢 他的儿女就把他捆起来 再把他庙里送 送到庙里去 或者是呢 就把他烧掉 这样子做是非常可惜啊 所以 当时 那个时候因为印刷不发达 要得到这副像是很难的 现在呢 印刷很大啊 很不便啊 所以印很简单 所以我现在呢 正在主张呢 少印一些 适量的印 少素一些 但是素的相处还是不错的 印的相呢 太多了的话 就变成了废纸 但实在太可惜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